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来修静夜的硬盘 它静夜的地方恰好在后面这两个颗粒上面 刚才我随便用纸巾插了一下 可以看到这个电容以及后面这一个电容 它的光泽度明显跟周围的不一样 然后我问对方它进的是水冷液还是其他什么的 按照它的描述进的是普通的水 我们先看一下电流是怎样的 商店电流跑得非常低,只有0.2 这个大概率固件都还没有工作 我现在都没有短接 它就直接识别出这个主控了 跟对方当时给我的描述一样 继续给它洗刷刷 把这周围进水的地方给它洗个澡 后面的水分我已经给它封干了 再来检测一下 目前商店电流是0.28 比刚才有明显的改善 目前上机它已经不会直接识别出两区分区了 可是电脑连接也没有任何反应啊 难道它这个主控还有问题 我们短接看一下 短接可以正常识别到这个主控 这块硬盘它并没有完全康复 估计其他地方还存在一些问题 所以我又发信息询问了一下对方 硬盘它是进水以后马上损坏的 还是进水以后使用了一段时间才坏掉的 虽然这个字面意思上面看起来差不多 但如果它是属于后者 这个盘极有可能是雕固件的 众所周知这个是阴刃的主控 阴刃的主控雕固件目前是世界级难题 假设是前者 那有可能是主板进夜以后 导致这个焊盘出现了腐蚀或者空焊 才无法被识别到的 这名网友可能还在忙其他的事情 并没有及时的回复信息 所以我准备把这个颗粒拆下来一探究竟 之前我跟他提前报备过 可能要拆芯片下来做检测的 但是在拆颗粒之前 我打算先把这两个看起来 腐蚀的比较严重的滤波电容给它拆掉 拆完电容以后还是一样啊 那现在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干颗粒了 我们直接来拆后面这两颗 因为之前进水比较严重的也是这里 这个是颗粒拆下来以后的样子 可以看到这个焊盘上面 有一个点位都已经被腐蚀掉了 另外颗粒上面的焊盘 也有地方出现了结块 上面这种黄色跟黑色块状的东西 这估计进的是饮料或者糖浆一类的 正常的白开水 进水以后的水汁一般是成白色的 先把这附近清理干净 刚才我把这两个腐蚀的点位给刮了一下 只是它表面的烯黑掉了而已 刮完上面的烯还是可以看到一些铜皮的 现在我们来测量一下这两个点位之间有没有断线 这两个点位的接线它们是连在一起的 我们直接来测这两点 看样子没啥问题了 给它补一点锡 我突然发现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 它这一个颗粒清理完以后 居然也是掉点的 不过这里掉的并不是信号线 我们可以从周围这里拉一根飞线飞过来 焊盘我已经给它补好了 咱们来测试一下这个颗粒 四个ID单片512G没有问题 再把颗粒给重新干回去 上机还是识别不到啊 该不会是前面两个颗粒也敬业了吧 再把它前面两片也拆下来一探究竟 这个没有腐蚀 第二片也没啥问题 目前距离我上一次给客户发送消息 已经过去好几个小时了 对方依旧是没有回复我 所以今天这一个维修只能暂时先到这里了 假设它这个硬盘是进水以后马上损坏的 我会给它重新订购一个料把再次尝试一下 如果它是进水以后使用了一段时间损坏的 那我会给它退盘 像这种情况下有大概率是固件化了 继续更换主板什么的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毕竟固件又不在这一块主板上面 时间又来到了第二天 对方回复我说这块盘是今夜以后 又使用了一段时间才坏掉的 那这个盘现在有大概率是掉固件了 之前进水后能识别到 是因为焊盘还没有被完全腐蚀 当它即将要被完全腐蚀掉的时候 就会引起主板与颗粒之间的工作不稳定 这时候给它多上几次电 有可能会导致固件彻底损坏 因为盘主那边说 它之前有时候会识别出一个两区分区的 能识别出两区 证明它的颗粒是可能没有接触好 导致硬盘读不到这个颗粒上面的固件 就直接进到路模式了 因此我又不打算给它重新订购料板了 掉固件跟料板是没有关系的 换过去以后故障肯定也是一样的 咱们现在只能把主控干下来 做一遍清理再重装回去 如果这个状态还是一样的话 那我也只好退盘了 主控后面看起来也是干干净净的 看来今夜的地方 只是发生在后面这两个颗粒身上 我们在设备上通电检测一下 果然还是一样啊 现在电流虽然可以跑上来 但设备上这一个状态灯 一直是显示这种长盲状态的 现在我只是恢复到了它的原始故障 银刃的固件损坏目前是属于无解的 今天又白忙了